悬崖上的神秘墓局 让各种猜测接触而至 奇怪鸟究竟藏身何处 神秘山谷暗藏怎样的千年银鸡 记者穿山月饼揭开迷雾背后的真相 敬请收看X道亚 万仙山神墓之谜 河南省徽县的万仙山 位于太行山腹地 一个名字带着些许灵气的地方 却始终藏着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这个谜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一个名为大黄瑶的崖壁上 一些木爵错落有志地插在坚硬的岩石中 蜿蜒直上 陡峭的悬崖上 为何会出现这么多不知来历的木爵呢 我们刚刚说到的大黄瑶 是万仙山的主要景点之一 大黄瑶是绝壁上的一个窑坎 高一百多米 窑坎凹陷二十多米 岩壁呢色泽淡黄 如刀削般陡峭 在离崖角四十多米高处 有两排木爵钉在阎峰内 每个木爵间隔一米左右 上下排列粗细不等 有的如胳膊粗 有的如鸡蛋粗 一共有三十八根 据当地老人说呢 这些木爵是上一辈人传下的一个谜 谁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办法打上去的 为了探清这个大黄瑶木爵的真正来历和用途 记者来到了万仙山 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 记者带着好奇 来到了河南徽县的万仙山 想在当地的村子里请一位向导 带领我们上山 但是没有想到记者遇到了麻烦 有人吗 你这是大黄瑶在哪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个大黄瑶什么的在哪吗 大黄瑶 当听说记者要去大黄瑶时 原本热情好客的村民们却纷纷保持沉默 拒绝了记者的请求 这是为什么呢 无奈之下 记者值得联系了徽县市委宣传部 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不久之后 徽县市委宣传部的段远强科长 带着两位圆明局的专家 一同出现在记者面前 在去大黄瑶的路上 段永强告诉记者 村民们对大黄瑶为何都避而不谈的原因 据说他们的村民讲 这儿有一种会飞的动物 然后这动物 它有一种分泌物 可以分泌到这个三体上 日久天长 形成一种椎状的白色的 它是一种很珍贵的药材 所以这个村民一般不对外人说的这个地方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药材 会让村民们像守护着珍宝一样 不愿透露给外人呢 这种会飞的动物又是什么呢 这个在当地呢 有些老人呢 就是村民在那个大黄瑶呢 见过这种动物 说是像 他们说了吧 像一种飞鸟 有的说像一种老鼠 但是它特别神奇 会飞 当地人认为 大黄瑶的崖壁目绝 很有可能是古代人 为了捉住这种奇怪的动物而安放的 那么 所谓的怪鸟 会不会是蝙蝠呢 当地呢 有松鼠 有蝙蝠 我们经常见过 但是老人说 那个动物的 不是这些词养 带着诸多疑问 记着一行人继续向大黄瑶前进 然而 刚刚走进山口的时候 气温突然骤降 开始飘起鹅毛大雪 山路原本崎岖 这一下雪 更增加了进山的难度 那么 记着一行人 是否能够平安顺利地到达大黄瑶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攀帕 我们终于见到了 传说中的大黄瑶 黄色的地方就是很少有水 这个白色的都是水能领到的 黑色的那都是冲水比较多的 刘兴国 远辉县市园林局副局长 自从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巡访中 发现了大黄瑶的墓爵之后 几十年来 刘兴国 一直在为解开大黄瑶的墓爵之谜而奔造 刘兴国介绍说 大黄瑶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内凹式的崖壁 就在崖壁向内凹进去的地方 树植插入两列墓爵 通过观察 记者发现 这些墓爵虽然排列非常有规律 但是如果人来爬的话十分吃力 这些墓爵在离地四十多米高的地方陡然出现 人们在下面也只能仰视着这些墓爵 作为万仙山景区的管理者 陈扎根很希望得出一个古代攀岩的结论 从而为景区增加新的亮点 现在说在很久以前呢 就是说这个古代人会飞烟走壁的情况下 这些墓爵子会不会是他们到太阳山过来 飞烟走壁什么炼 飞烟走壁的情况下 把这个墓爵子栽在身体上呢 老人说那个情况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 为了大黄瑶的这些墓爵 太阳山还曾经专门举办过攀岩活动 景区还被国家列为攀岩公园 那么聪明的古代人 是不是也是发现了大黄瑶 这个立于攀岩的地方 而在这崖壁上上演了飞烟走壁呢 但是相比具有传奇色彩的飞烟走壁 当地人似乎更加倾向于怪鸟说 此时坚信古代攀岩说的陈扎根 也对怪鸟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假如说这个墓爵子是为了抓这个动物的话 抓这个老鼠的话 但是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 就大黄瑶有呢 如果这种怪鸟真的存在的话 它们究竟藏在哪里呢 然而既这一行人寻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任何动物生存的痕迹 要想解开大黄瑶的墓爵之谜 首先得弄清楚这个怪鸟说是否成立 从而推断出墓爵与怪鸟之间的联系 那么这种传说中 外星奇特会飞的动物究竟是什么呢 既这一行人在大黄瑶寻找了很长时间 并没有发现怪鸟的踪迹 那么怪鸟究竟藏身于何处呢 其实关于这种外形怪异的神秘怪鸟 在湖南长德石门县的湖平山上 也曾有人亲眼目睹过 并引起了诸多疑团 石门湖平山 地处湘西北石门县和鄂西南鹤峰 这里山高灵密 人烟稀少 但是这里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种恐怖而神秘的动物 打破了这里的平静 目前有个某某原料 跟狗死不活绝望 都人之间有一个影子 一个黄瓜神 一黄瓜神 它就写在顶面上了 就就脚流一身 一个身体就最不好天 又不像人寒剑 也不像野兽寒剑 在湖平山附近的山林中 频频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鸟 除了林祖略 还有许多村民都曾亲眼见到过这种怪鸟 半个月之前 林祖略正在自家门前的番薯地裂挖红薯 忽然只听得一声长啸 林祖略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个让它无比震惊的怪东西 出现在它的眼前 虽然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山区里 但是它敢肯定 这是一种它从没有见过的鸟类 它的体系 这个腰梗 一般看见过 回过山头 回过山头 这些五种影子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大家就是更重要 都只有筋把 筋把多模样 关于怪鸟的目击者 却远远不止林祖略一个 根据村民申昌红的回忆 一天傍晚 他正在给自家的牛喂草 突然之间 对面山上传来一阵 让他毛骨悚人的怪叫声 他寻声望去 眼前出现了一个外形奇怪的怪物 一眨眼的功夫 这只怪鸟便消失在了 他的视线范围之中 只有喊的那个声音 到我们那个队门 这个五个声 深山老年 五个人 几乎每天到 喝大下 喝的有点 还是喝的 比较不堪硬的 那个样子的 他就喊 喊的声音 蛮大 就可不可以 又不想人喊你 喊你 喊你个声音 就喊 喊你声音 相当大 他比较 一样 淡的效率 到厕所里 上厕所 都拍起来 通过村民们的描述 关于这种怪鸟的 一个重要共同点 就是 这种鸟的羽毛 是麻黑色 叫声听起来 相当恐怖 体型非常庞大 大如脚盆 然而到如今 这种怪鸟 究竟是什么 动物依然是没有答案 前去胡平山 实地考察的专家们 碰到了与在大黄窑 寻找怪鸟的记者 一行人 一样的情况 根本没有见到 怪鸟的影子 对于地处 北北三十度的 胡平山来说 自古以来 就一直有许多 常规科学 无法解释的谜团 那么 万仙山大黄窑的 目觉之谜 是否也会因为 怪鸟的踪影难迷 成为了一个 永远无法揭开的谜团呢 我们找到了 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的 冯作剑教授 他会给怪鸟说 一个怎样的结论呢 根据记者提供的证据 冯作剑教授 找到了怪鸟说的来源 武术最大一个特点 它就是 前脚跟后脚 之间有一个皮膜 就像它一睁开的时候 可以刮响 原来 当地人说的这种头部 像老鼠或松鼠会飞翔 并且分泌物 可作药材的动物 其特点 与武术这种生物相符合 这个武术就叫 很好鸟也叫 也叫飞鼠 但是它实际上不会飞 它是花霞 都太狠生 这些山上都应该有 河北省的郊区 河北省的那些山地里面 也有 武术的头部和尾部 和松鼠很像 并且体型比蝙蝠大很多 武术的排泄物 在本草钢木的医药典籍中 被称为武灵芝 据记载 有疏通血脉 散于止痛等描效 那么 大黄窑的这些木爵 是不是用来搜集武灵芝的呢 冯教授对记者拍摄的现场照片 进行了分析后 却有了不同的见解 这些木头啊 在这个咸牙上 峭皮上插进去的 你这个什么采武灵芝啊 不计没多大关系 因为这个武灵芝虽然它能药用 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 上等的 我来说很明快的药材 那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一斤就行了 以前这种东西都很明硬 它发不来 从经济价值来说 它是不值的 冯教授否定了木爵 是用来采集武术排泄物的工具 飞鸟说因此不成立 也就是说 木爵的存在 与灌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